第二段啊 第二件事是什么 就是把我们的贪欲 把我们的称慧 把我们的愚痴 能够放下那个最好的 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 师父 你把它淡化 不再有控制的心态 不再有占有的心态 你把你的心慢慢的向着什么 清净的心这个方向去走 你将来会成就的 记得 不能有控制那种心态 我要控制你 我每天都要控制你 来跟你计较 这种的心态 我们尽量要放下 哪怕是很难 你能够把它淡化 减少 占你有的心态 占便宜的心态 我们必须把它除掉 不然的话 真的 我们念佛念了一辈子 能不能成就 那就很难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 给人家看 不要给一个 让人家对我们佛教一种 一种想法 一种迷信 那你这样的做 那功德无量 所以我最近常常 睡觉之前常常问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生活这么辛苦 人为什么这么烦恼 恐惧 害怕 忧虑 而且每一天的烦恼 不但没有减少 而且每一天的增长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 我每天在想这种事情 那人为什么生活这么辛苦 每天那种 很优励 烦恼那种 什么原因 你看我每天想 后来找到一个答案 我们为什么恐惧 害怕 烦恼 生活还不自在 什么原因呢 对一切法 对一切物 牵挂太多了 放不下的东西太多 看不破 放不下 有时候遇到境界的时候 比任何人更执着 舍不得吗 属于你的生活会感觉很压力 牵挂太多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谜 为什么人会生活很快乐 因为他觉悟了 为什么人生活很痛苦 因为他迷了 所以你看 区别这么大 只是一念之间而已 你觉悟了 你的前途是一片的光明 你迷了 你的前途是一片的黑暗 所以看看我们的心 所以的区别这么大 真的啊 像我以前 小的时候 大概九岁 十岁的时候 我常常问我的母亲 妈妈 为什么天上会下雨 看到邻居 人家亡生 妈妈 为什么人会死 看到人家邻居吵架 妈妈 为什么会人家吵架 母亲都不会 给我一个 那种让我很满意的解答 那种让我来说